LeBron 當然你只知道他們沒有時間 所以他們不能進行 你只能進行一步 當然 當然 我聽你的放風箏 不過說真的 姆斯大大 LeBron James 這一戰交手火箭 是告訴大家 年紀是完全沒有讓他滿下腳步 再一個月就要滿三十九歲的詹黃 全場是轟下三十七分六 籃板八助攻 包含第四節末段 嵌入三分助攻以及罰球 是讓胡亂隊有驚無險一分差 險勝火箭 同時皇上單場的三次抄劫 也幫助他在NBA歷史抄劫排行榜上 來到了史上第八名的位置 在他的傳奇生涯中 再添一筆鬼神紀錄 不過談到開季最近的十三場比賽 還能繳出投籃 真實 還有籃下面中率 生涯新高的表現持續進化 那麼皇上卻表示 狀態還不是最好 我還不知道 我現在正在很好的狀態 我現在不覺得很棒 我現在跟幾個傷痕 現在有點冷氣 但我只是相信工作 真的很難相信 詹黃的身體還沒到最理想的狀態 畢竟今天除了場上表現 只手周天以外 比賽過程還有體力 則被自己上籃放槍的左手 然後狠狠地甩在地上 一腳踩下去 但說真的都要39歲啦 每一場比賽還要被操場 軍散四分鐘的上場時間 真的說不過去 特別是今天落成雙星另外一位的 Anthony Davis 雖然全場二十七分 十籃板雙十演出 但關鍵時刻泛滿離場 讓即將邁入捕獲之年老漢 扛下關門的責任 實在是該打屁股 但反過來說 能造成一名盜人這麼多麻煩 真的要揮功於火箭隊 三連級土耳其中鋒 Alperon Senggun 全場二十三分 十籃板 達成了個人本賽季 第三場雙十表現 賽季長軍得分助攻 命中率都來到了生涯新高 完全撐起了火箭隊 攻防枢紐的重責大任 恭喜贏球的胡仁 下一站交手獨行俠繼續加油 而輸球的火箭當然也不用太氣餒 畢竟上一次碰到紫晴大軍 是直接用三人四分差 撐了過去 同時賽季防守效率值 打到目前為止 依舊高居聯盟第四 讓在球隊平均年齡 鑑於年輕跟當打 今年二十六歲的情況下 這次休斯頓大軍 絕對是後勢看長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